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 今天我帶來第二個Q&A 我收到很多人都問我說 其實已經很久了 大家問我說我平常都在吃什麼 健身的時候的飲食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要想先講一個事情 吃的健康不應該只是健身的人應該 健身有訓練身體的人才在注意的事情 吃的健康應該是任何生物都要在注意的事情 任何的生物生到這個世界來 如果吃的不健康就不會有好的身體 所謂修身自家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你身體都無法修行的好的話 讓你更甭談其他的事情 你身體不健康的話 你的心理 你的腦 你的一切的想法 也建構在一個不健康的身體上面的話 也不可能進行到哪裡去 所以我想先說 吃的健康應該是任何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但是然而呢 世界上 尤其是主流的社會中 太多的假的資訊 也不是說假的 就是一些比較偏俠 我發現說主流大眾的 一般人所接收到的資訊 都比較偏俠 都比較 呃 就是在專注在一些沒有必要的點上面 而忽略的 the big picture 就是整個大方向的一些概念 像是大家都 很多 營養學家 主流的什麼 飲食家都在建議說 要注意卡路里 你知道嗎 你要吃少一點卡路里 然後運動多一點卡路里 這樣子的話 你的身體就會變瘦啦 還是應該要 怎樣 避免油脂啊 避免什麼的 其實 我們腦中沒有一個會計師 在幫我們算說 欸今天我吃了多少卡路里 然後我化了多少卡路里出去 欸 我花了比較多 那我就開始身體變瘦 身體中沒有這樣子的 機制不是這樣子搞的 我在我研究來指出的話 其實是有更深層的東西 在影響這一切 在影響調節身體的 在影響身體的那個 脂肪的 就是體重的維持 所以 所以 我在接下來 這是我先從第一部分開始講 那之後我會再陸陸續續 更加探討這一方面的資訊 那 我的建議是什麼呢 我是如何 保持我自己的身體 嗯 第一步我想推薦大家就是 應該不是只是推薦 應該是極力 呼籲大家做就是 多喝水 不要喝飲料了 不要喝什麼 什麼純吃茶 不要喝什麼 外面的珍珠奶茶 不要喝什麼 外面什麼 反正就是 你平常口渴 其實口渴就代表你的水分已經缺乏 你已經在缺水的狀態中了 你那時候再去喝水的話 其實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身體的機制呢 已經受到了影響 平常就多喝水 早上起來 像我自己 這大概是四五百CC吧 我早上起來就馬上先喝一瓶 然後呢 吃完只要陸陸續續呢 假如說我一整天 假如說我 像週一到週三的課是九點到十二點 然後兩點到五點的話 我每一堂課 每一小時都幾乎會喝完一瓶 然後下個去上廁所再裝一瓶來喝 然後你的你的尿應該是要幾乎是清澈的 而不應該是太黃太混濁的 總之先從第一步開始喝水 就是先喝水 不要口渴 不要去什麼其他飲料 不管是有糖無糖 不管是有加糖 都避免 就是先保持喝水的習慣 如果你 因為水是我們身體最必須要的東西 你知道如果你身體缺水的話 你的力量可以減少19%以上嗎 而且水也是我們身體各種消化代謝機制 所必須要的東西 如果你缺水的話 身體需要最重要的溶質 那它就無法進行很多的化學作用 很多荷爾蒙也因此受到影響 這是我前幾天在福大金剛狼球博學那邊看到的圖片 我覺得它這張圖片講得非常好 它這張圖片很清楚的看出來 我們身體的各個部分 都需要很多很多的水 看我們腦子需要74.5%的都是水啊 我們血液中83%都是水 我們的腎臟 我們的一般的皮膚上面的組織啊 全部都是水 所以如果你沒有水的話 你皮膚怎麼好呢 你沒有水的話 你腦子怎麼樣靈活的繼續的運作呢 你的血液也不會留著順暢 你的腎臟也不會 各個部分都無法順利的進行 那如此一來 你還想要 不是健康的身體 還想要變壯 還想要減肥 似乎是天方夜譚吧 所以 我先想希望大家先從第一 這一步開始做起 多喝水 不要喝飲料 就是喝水 當然啦 假如說你想要喝個 吃飯的時候 想要配個牛奶 來增加一些蛋白質社群 我雖然不建議喝牛奶 但是呢 所以就算了 平常 一整天正常生活中 請 就只喝水 下一集啊 我就會跟大家 在比較仔細的介紹說 我平常是怎麼樣吃東西 我吃東西 注意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 大家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不過 希望這第一步開始做起 多喝水 給大家 多喝水 都出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